工灯 工灯就是专门为工程做的 工程用的 我叫翟玉良 75年中学毕业以后 一直从事工灯的制作 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 我们这红灯厂 国去给皇宫里做工灯 这一位也被传下来 研习到现在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灯 也是研习了过去 咱们老祖能留下的工艺 基本上以木质为主 木质得细 不能有中年 还有一定的硬度 做一支最普通的工灯 要用100多块木头 然后100多块工序组成 刮爆的拉锯 雕刻 这一个龙头的话 一支灯是96个 没有一颗钉子 完全是损毛结构 做一拜的灯 我的灯挂在世界各地哪都有 天安门长州那大工灯 长州里头工灯的吊灯 还有落地灯 壁灯 都是我们餐饮所的 特别喜欢的工灯 最喜欢的六方工灯 双层的 它有弯梁 有龙头 有条沿 大小柱子 包括窗绅 完全咱们中国的元素 它的整体造型跟结构 一直流传到现在 上面有帽子 有灯铁 底下有流速 过去工里头 过瘦上面摆一些花 摆一些瘦头 也叫六方花篮 过瘦用 可以用它举一反三 设计很多的各种造型的功能 学了三间图 第一盏做的就是六方工灯 寸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14英寸 做完以后不能一摆 有点成就感 也特别美 我这一支灯千变万化 可以演变成多层 六方工灯是两层的 我也可以给它演变成四层 六层 八层 包括紫灯 一支工灯为主 旁边有深沿图 几支紫灯 子母灯 它也没有年限限制 只要你不摔它 不磕碰了它 它永远挂着 用一百年都没关系 后来由皇上赏赐大臣 把这个工灯传到宫外 特别受欢迎 到春节了 十五了 一年了 由民间自发的 就地取材 鸡子 高粒杆 然后窝生骨架 贴上点减脂 窝生各种造型 比如说窝生动物造型 蔬菜造型 花鸟都可以 大家估计 张灯结彩 弄一些灯 挂上 小孩子点一个灯 祈求自己来年 身体啊 健康 丰收啊 一种期盼 华灯初上 张灯结彩 灯火辉煌 万家灯火 在我就有生之年 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的 宫灯的制作 宫灯的制作 展现 要問一下 本期见 总处